有时间许可的话 尽量自己多练习阅读 不管哪一种学习模式 各位慢慢就可以发现到 包括 这个之前 我教各位看的那个check 各位就可以发现到 其实我们要运用check这个功能 它最重要的地方还是在于解读 我们解读的速度越快 相对的我们在整个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们自然就会加快 所以我很希望各位尽量尽量的去练习 你在练习阅读的过程里面 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到 很多自己以前所学过的东西 你有没有办法把它汇总在一起 这一种汇总能力 其实就是未来你表达能力的基础所在 我再举一个例子给各位看 你就懂了 我们以前学过的所谓的 动词贴形加动词 以前我不会要求各位同学在学的过程里面 去把后面接续的那些字全部记起来 但是 现在我真的跟各位讲 我倒是很希望各位能够把它记起来 因为你们开始已经具备表达的能力 在具备表达能力的同时 你就必须把以前所学过的东西 全部能够派上用场才可以 你不能运用自如 你自然而然就没有办法用它来做表达 你没有办法用它来表达 它存不存在的意义就在这边了 也就是告诉各位 你要能够完全自由自在的表达 你必须要让自己能够100%的掌握住 你所学过的这些内容 而这些内容 唯一的方法就是你不断的去接触它 而接触最好的方法就是阅读 坦白跟各位讲 你们跟我已经一大段时间了 不只大学毕业研究所都快毕业了 其实你们基本能力都已经有了 现在应该走进所谓享受日文的阶段 我所谓的享受日文的阶段 就是第一个 你应该开始去尝试的读小说 好好的去享受 日本的小说精彩在哪里 跟中文小说有什么不一样 试着把一本小说 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看看 不管它篇幅多长 多短 都不要管 你就读 把它读完就对了 接着 开始自习练习表达 你出国出去玩的时候 你就尝试的 大胆的去用 不要怕错 反正错了 也没有人会指责你怎样 你就大胆的去用 坦白讲 你在台湾讲一百遍都没用 这些东西都是空口说白话 没有用 你只有自己实际去体验 那才是你的 我相信各位 应该已经具备这样的能力 只是你不敢去从事而已 你说老师 我刚开始说绝对是 结结巴巴 那你就结结巴巴嘛 没有关系 结巴过了以后 自然或然开朗 这个都必须要经过这一种练习的 我跟各位讲过 我在礼拜二 在天母开的那个班级 里面有一个日本人 每个礼拜来 他人就在后面 我真的跟同学讲 我观察了好一阵子 真正敢主动 跟日本人直接聊天 甚至于问他问题也好 试着跟他沟通的 真的少之又少 十个里面不到一个 我讲真的不到一个 那一种比率之低 我觉得有一点可惜 那一种主动性不够的时候 你很难夸出那一大步的 那个真的夸出去是一大步 就跟我跟各位讲 我们班上有一个宝贝阿姨在那边 你们可以学学他的做法 不管怎么样的方法 当你夸出去以后 那个世界就你的 与其羡慕不如自己也去做 你要相信你自己也可以 不管怎么样 多去尝试就好了 我能够帮助各位的 只有说不断的提醒各位 不断的帮各位整理 不断的分解给各位听 你们应该注意的点在哪里 我只能提醒你们 真正要做还是要靠你们自己 我跟你讲一百遍都没用 你真正要表达的对象是日本人 不是我 我跟你练习没有用 你们没有办法完全的伸出去 我希望你们我即时带日本人进来 你们说能够真正敢讲 也不够那几个同学 这就是我讲的 你们必须要跨出去 跨出去就好了 现在最关键的就我跟同学们讲的 你们一定要尝试怎么样 自己出去 不要带家人 千万千万记住我跟你们讲的 那个杀伤力太大 千万不要 真的 不是说 自己出去玩 就是最好 没有没有 不是这样 因为各位要记得 你们一定要尝试一次 自己 安独出去玩看看 练习自己敢不敢开口 练习自己独立 有没有办法去搜寻 所有的安排自己的旅行 一旦有依赖绝对不可能 所以我希望各位了解 这一些做法 不管怎么样 你尝试过 你最好在日本干脆就来个long step 反正在座各位 有很多同学已经退休了 你退休无后顾之忧 赶快去 真的赶快去 不要等 我所谓的不要等就是 你去尝试自己在那边生活一阵子的感觉是怎么样 我觉得敢讲 你会发现到不一样 你也会发现到自己是可以的 我有一些朋友 他们连日文一句都不会 他们都敢去日本自助旅行了 你们不敢 我觉得是有一点奇怪 我所谓的奇怪就是说 你们反而因为学过日文 而有一些障碍 真的 然后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其实绝大多数的人 在日文的表达上面 你们都已经具备一定的能力了 但是就因为 同学同学之间 大家一起学 大家就会去比较 然后认为哇 谁讲的比较 谁讲的比 谁比较厉害 谁比较会表达 谁比较怎样 不对 你们不要被那个限制住 他们的学生绝大多数都会这样 我请日本人到台上 坐在那边 请大家发问 很早就敢主动讲 为什么 第一个 他讲错 不好意思 同学 大家一起学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如果单独的时候 你敢讲吗 如果敢讲 OK 我刚刚跟各位讲过 现在有Chat 你就好好利用看看 你敢不敢跟他对话 你对话的表达方式 以及 那个在沟通的语言上面 你有没有办法掌握住 你也可以告诉他 你有写错表达错误 请他帮你修正 都OK 你要这样去学习 慢慢再打开 就是一对一也没关系 找日本人直接对话 看你敢不敢 我相信 班上现在这些人里面 绝对有 一大部分的人敢 但是 你有没有办法掌握住 这个就是需要一点点勇气 跟练习 绝对不是自然天成 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我很希望各位 不断的去尝试 不断的去尝试 多尝试几次 你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只有走出去 跨越出去 你才会觉得原来语言 就是这样用 错就错 那有什么了不起 错讲到对为止 一样嘛 我们也没有压力 又不是考试 又不会被荡掉 你还担心什么 但是 就是需要 胆量 真的需要 一点点 胆量 豁出去 不要把它想得太沉重 好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如果没有 我们就接着 那个之前上课的内容部分 我还是希望各位 一定要参加运用 这些东西 很多东西 我没有办法 帮各位做这样的 单纯的处理而已 我只希望各位 能够多加练习 在多加练习的过程里面 你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好 这个上次 我们讲到一半 另外一半 接着讲 这个一样 一个词 一个助词 一个词 一个助词 然后 一个词 一个助词 好 这边 我们看到了 所有的单字 其实它并不难 这些单字 已经都不难 对各位来讲 其实 你们慢慢习惯 以后你就知道 所以 街に 用意を残してきた また すぐ 这边的 不管前面的 或者后面的 它所代表的 含义 都是一样 当我用地点 加上 你的时候 我希望各位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必须马上想到 因为你们已经听过很多遍了 你们现在不能讲说 我听过 我知道这个东西 不行 你们现在要进一步 变成什么 我知道你用在哪里 用在什么场合 只要是地点加你 我就知道 你代表的意涵是什么 这样才可以 而且要很精准 才可以 然后我问同学 你代表什么 告诉我 快点 谁讲都没关系 我不管 那用在地点的时候 有哪三个东西 必须要 弄会 第一个 是什么 快点 静态 禁止 禁止不动的 第二个 我希望同学要知道 你知道这个你才会用 来最后一个 很好 你讲不重要 但是我希望只是透过这个 让同学复习一次 当我不断的在复习 复习复习的时候 我自然而然就知道了 好 现在这两个 这个这个 到底应该是 哪一个比较正确 第一个在哪里 第一个 跟第二个 你有什么不一样 小姐 告诉我 第一个 应该用哪一个比较好 第二个 应该用哪一个比较好 到底是禁止 还是一万往内 还是终点比较好 你自己练习判断 不用怕对错 这个就不断的去 讨论 不断的去感觉 不断的去尝试 你就会知道了 一次 两次 三次 自然就了解了 第一个 你代表什么 来 哪个同学告诉我 没关系 是禁止的 禁止 我问你 它有没有动作 没有 注意哦 先讲后面这个 代表什么意思 可能行不是吗 禁止 其实就是 禁止 对不对 禁止 的句型 它代表怎么样 有动作 是 是有动作 所以变成 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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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在那个地方 什么东西 留在那个地方 我问同学 这边 我也可以用什么角度 来判断它 一定要用地点 这种概念 来判断它 或是其他的方法 我也可以用这样来解释它 我希望各位尽量 把所有的 观念全部打开 我现在只要有学过的符合这个条件的 我通通用 好 如果以这样来看 是不是 你 我的概念出来了 加上 它动词 这样的概念 对不对 我可以用这样的概念去探讨这个句子 也可以 没有固定说一定要只用一个地点 你来探讨它 我要把两个住持并在一起来看待它 讨论它 可不可以 可以的 我只单纯用一个你来探讨它 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希望各位不断的去探讨 不断的去找寻各种可能性 你在探讨各种可能性的过程里面 各位要记得 其实你就不断不断的在复习 前面所学过的所有的一切 我只希望同学不断的复习 当你不断的复习 不断复习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好 这个东西就是透过复习 你找到你所有学习的模式 这个东西哪一种比较好比较对 没有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你只要能够掌握住所谓的解释的方法 让对方取得一个认同 让人家能够听懂你在讲些什么东西 OK 就结束了 所有的东西 我并不希望各位用唯一的方法去解释 所有的东西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很希望各位多接触各种不同的剧情 各种不同的解释方法 哪一个比较好 我要告诉各位 没有 你只要能够读懂 能够说服别人 你的论点 我都觉得很好 就是这样练习 不断的复习 不断的复习 你告诉我 你会想到什么 用哪一个 我刚刚已经跟你讲过 KGURU出现的时候 代表怎么样的动作 而且我要告诉各位 你看到KGURU 就应该要想到KGURU 那两个是相对应 好 进一步来讲 KGURU跟KGURU 基本上它是对应的 一个KGURU来 一个KGURU去 离开说话的位置叫做KGURU 回到说话的位置就叫做KGURU 所以这个地方的基本概念的差异 在后面 在后面这个KGURU 我跟各位讲过很多次了 所以你就知道前面这个动作 NOKOSITE KGURU NOKOSITE KGURU 过去一次 表示它留下了某些事情 对不对 在哪里留下来的 在街里留下了某些事情 回到家里面 这个是弦接上面这个句子 弦接 他说他决心要去除掉 那个暴虐的国王 然后 他在街上留下了一些事情 有没有动作 有 我们讲过 只要地点出现的时候 用哪个注词 代表着什么东西 代表着 它的动作是出现在哪里 我由那边来决定 它的用法 表示地点的注词 全部由后面的动词来决定 该用 DENI O A KARA MADE 哪个 你要传达的讯息 是由此来决定的 所以 我希望 各位 慢慢去体会 这些东西 都必须要 时间 所以 我为什么 一直期待 各位 早一点 走进阅读的世界 我讲的是 自主阅读 原因就在这边 上次我有跟同学们讲过 如果你需要 你需要 那个 阅读的书籍的话 因为 有同学把这些 都有 download下来 你们需要到时候 我可以拿给各位做参考 更何况 我跟各位讲过的 不管是 那个 EG Japanese 也好 或者 在那个 那个什么 青空文部里面 也好 都有很多书 可以读的 那些书都是免费的 所以 我很希望各位 大胆的去尝试 你不要管 多长 多短 只要读了 我可以告诉各位 你的进步 就会很快 台湾的学生 永远在担心 自己的单质量不够 而单质量的产生 绝对是来自于 来自于 大量阅读 不用怀疑 你大量阅读之后 你自然而然 你的单质就大量增加 这是必然的结果 不用怀疑 你不 你不经过大量阅读 你怎么可能会有 大量的单质 很正比的 好 现在回过头来看 这边的你 应该哪一个 既然它是有动作 所以绝对不会禁止的 那你应该是哪个 由外往内 因为它是用 哭鲁走进来的概念 可以吗 不行 哭鲁是来到 说话的位置 表示他现在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问你 那个 Melos人在哪里 因为他已经走过来走完了 对 在Melos走完了 对不对 他回到哪里 他前面 讲这个的时候 因为你们没有读全文 所以比较没有办法掌握住这个地方 他其实那时候 他已经回到他家去参加他妹妹的婚礼 对不对 他跟他妹妹讲说 我有一些事留在街上没有去处理 所以我必须怎么样 马上再去 再回到街上才可以 这样了解了吗 所以基本上他整个故事 当然我截取一段 对于没有从头到尾 读过这篇短文的同学来讲 或许你在学习上面 或者是在 灰眼这个句子的过程里面 难免会有所障碍 这我不否认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希望同学们 一定要读完整 就在这个地方 你在读过完整的一篇小说以后 你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 因为他故事是连贯的 而且同样的字会一直出现 同样的人物会一直出现 在这故事整个转折的过程里面 你就可以掌握得很精准 所以他在这边讲的意思就是说 我在街上那边还有一些事情 没有办完我就回来了 就是留下一些事情 还没有处理完 为了赶回来参加你的婚礼 举办你的婚礼 我就先跑回来 所以必须马上再回到那边去 所以在这个地方 就出现了这样的句子结构 所以才会让各位看到 这样的句子所产生的结果是怎样 在阅读的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必须慢慢去学会 当你学会这样的连接点的时候 我相信各位就会看到不一样 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 各位看这两个 你应该用哪一个比较恰当 是可以用的 街的用适を残着 的 就如在街上 街上要不要 是否有問題 Aに変わっても問題ない Aと2と差別は基本的には範囲の違いです Aは方向、2は天だから ここには2を使ってというと いはりはっきりに 天を刺すことです 剛剛同學問到A跟N 他說用A可不可以 後面這個地方改成A沒有問題 前面這個地方用A是有一點問題的 A的 A表示動作 其實N也可以 A表示 在這個地方我留下的某些事情 他為什麼用N N的地點在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終點 歸左點的概念 所謂的歸左點是 最終我在這個地方留下的一些事情 然後我必須馬上再回到街上去 回到街上 原來那個點 如果是A的話 是往街上方向走 但是前面這個地方 你就不能用A 所以 因為留下的東西一定是點 不會是方向的 了解了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必須不斷的去練習去Try 這個Try的過程裡面 到底有些什麼樣的問題 了解了 好同樣的道理 你看 用字を残してきた 用字を残してくる 的意思就是 我在城鎮那邊 留下的一些事情 還沒有處理完 我就回來了 如果是残していく 我去那邊 去那邊 留下什麼東西 離開 我在這邊留下什麼東西 離開 才用ていく てきた 就是我在某個地方 留下什麼東西 再回來 回到我現在說話的地方 一個就是 留下來以後 我就離開了 お金を残していく 他把錢留下來以後 人又拐頭就走了 所以你看 お金を残していく 錢留下來以後 人又拐頭就走了 沒有再回來 這個就是 黑打的句型 所以這個跟前面 這個是不一樣 有女を残してい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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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度 是這樣的 所以 這兩個句子 一個是Kuru 一個是Kuru 一個是Tekuru 跟Tekiku 這兩個的用法 在基本上是 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們必須要慢慢的去了解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十四個補助動詞的用法 我們必須 補助動詞 你看 動詞 K型 加 動詞的用法 我們講過後面 這個叫做補助動詞 這個補助動詞 這個補助動詞 全部有十四個 但是我們要知道的 其實就只有比較 不成用的 我所不能講不成用 就是說 除了瘦瘦動詞之外 另外七個 我們比較難記 因為瘦瘦動詞 我們已經記過很多次 對不對 あげる くれる もらう くださる いただく 以及說さしあげる 跟やる 但是其他的幾個 我們比較不容易記住 就是阿魯伊魯你要先記 いぶ跟くる一起記 一樣 再來 おく跟所謂的しまう 一起記 到最後的みる 結束 這七個 你再怎麼樣都要練習記 把這七個記住 所以這邊就出現 現在開始我只希望同學們能夠一次想到兩個就好 てくる 對ていく 以後碰到てある 對ている ておく對てしまう 跟みる 這樣就好 你就記 慢慢的你就熟了 我們一次要把七個記住 坦白講有一點困難 但是 你要記住兩個兩個來做對比 其實並不難 這個就是我跟各位講的 我們怎麼樣去練習 怎麼樣去掌握 久了以後 你慢慢就可以理解 所以 這兩個に 其實我都覺得 應該是用終點的感覺 在那個地方 比較好 那另外 剛剛我不是講過 用neo的概念 你看 直接對象跟間接對象的概念 來去想他的時候 是不是也可以 對象的概念 留下事情 是不是直接對象事情 間接對象 一點 在哪個地方留下什麼東西 一樣可以的 所以你看 我一樣 是不是也可以這樣 來表現 你看 okane okane ikiki kashi mi 是嗎 kileka 我在運用的過程裡面 k k 可不可以當地點 可以 當然可以 O 我直接對象 放錢 進去哪裡 抽屜 沒有問題的 所以 我用neo的概念 這邊 我用neo的概念 來看這個句子 可不可以 可以 這邊 我用 終點的概念 來看他 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 各位看 有時候 我們在解讀句子的過程裡面 我們很容易被某些特定的句型限制住了 就是因為 我們認為 只能這樣來判斷 是不是這樣 不一定 所以 我倒是 比較希望同學們 能夠大開大合 什麼叫大開大 用各種不同的形態去嘗試 你去想看看 如果這樣的句子 我用ne 地點的ne 跟直接對象 間接對象的neo 來考量他的時候 概念其實是一樣的 哪一個比較好 沒有 我一直希望各位 你能夠盡量去運用他 運用他的時候 你自然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另外 我絕對 在教課本的時候 我絕對不會要各位 像這樣混用 像這樣混用 為什麼 我敢這樣 讓各位去混用 就是希望各位 大膽的去嘗試 你在嘗試的過程裡面 才會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當你看到不一樣東西的時候 你就進步了 而這種東西 是要融會貫通以後 你才能夠慢慢慢慢的 誇進這個境界 這個東西 絕對是需要時間 但是 同學不用懷疑 你會擔心 我做不到 不會 剩下來 就交給時間吧 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 好 這個東西 其實 各位注意看下面這些東西 這些文法的基本觀念 其實 我們都已經學過 只是 你現在 還沒有辦法 把它 融會在一起而已 對不對 這個部分 同學 不必心急 知道嗎 好 這邊還有一個 好 我再問同學 師傅是什麼詞 師傅什麼詞 福福西 福西 他會放在名詞前面 對不對 但是 他絕對不會修飾名詞 所以 他是修飾後面的 行 行 行 他不會的 這樣 修飾後面的動作 所以 你把它拿掉 也沒有問題 各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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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我必須馬上去 馬上再去 這個就是 我跟各位講的 我們怎麼樣去運用句子 怎麼拆怎麼接 久了以後 你慢慢就會發現 其實就這麼簡單 好這邊還有一個東西 我也希望同學把它去起來 我們講過 所以在這邊我也可以講 還有一個東西是什麼 我們學過 變成等於什麼 口語的用法 這個地方我也希望同學順便把口語記起來 所有的運用全部取決於這個地方而已 所以在整個的轉換的過程裡面 我們怎麼樣去運用我們所學過的東西 不斷的堆砌 不斷的累積 不斷的複習 我自然就會熟練 這絕對不是 對 絕對不是 所以慢慢的不斷的去嘗試錯誤 各位要習慣 習慣了以後 你就會知道我應該怎麼用 我看到你跟我擺在一起的時候 以後我就知道 絕對有可能可以用直接對象跟間接對象來做詮釋的 沒有必要把自己限制只用表示地點的角度來看它 你可以更放手去考量不同的論點 你會發現它更好玩 可以嗎 這裡面還有問題嗎 有什麼質疑的問題嗎 請問 先生 町に幼稚を残して行ってきた 面倒臭いですか いや 必要がないんですが 残して 我跟同學們講過 各位看 阿姨的意思是 行ってきた 對不對 用進行式的感覺 有沒有 行って 行ってきた 他是先經過街上 他是從甘吉回家的 所以他不是去 先去甘吉然後再回來 不是 他哥哥本來住在城鎮裡面 妹妹住鄉下 了解 好 現在問題是說 阿姨這樣 解釋的話 寫這樣 對不對 對 沒有錯 但是意識 有一點點不一樣 ノコシテイテキタ 的意思就是說 我 本來跟妹妹住在一起 我現在先去接上辦事 結果 沒有辦完 我就再回來 這樣就是 ノコシテイテキタ 沒有問題 這樣完全沒有問題 這樣完全沒有問題 句子沒有問題 但是 他沒有這個動作的時候 就是 ノコシテイテキタ 他哥哥本來住在鎮上 結果 事情沒有辦法 就先回來 所謂事情沒有辦法 就是想要殺掉那個國王 他本來就住在城鎮裡面 對國王的所作所為 非常的不滿意 他為了辦妹妹的婚事 然後 就先回來 對不對 所以用 ノコシテイテキタ 我講過 貼型出現的時候 是 前面一個動作已經結束 後面動作再接著做 所以 ノコシテイテキタ 當然可以承認 也就是 這樣的狀態的話 哥哥跟妹妹本來都是住在鄉下 結果哥哥去街上辦事 比如說 這一次幫妹妹買 嫁妆 結果只買了一部分 我就先回來了 還有事情沒有處理完 就是這樣的感覺 所以 我必須馬上 再去街上 把所有的東西 買足 才能回來 那樣的感覺 跟 只有 ノコシテイテキタ 是 不一樣 就這樣 句子完全沒錯 這跟メントグサイ沒有關係 是 馬面 馬面がちょっと違います 所以 我們在解讀的時候 難就難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要不斷的去感覺 ノコシテイテキタ 跟ノコシテイテ 跟ノコシテイテキタ 到底差別在哪裡 這三個是完全不一樣 這三個是完全不一樣 兩個人住的位置是不一樣的 這樣了解了 可以嗎 我把這個再拿掉 阿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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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問題 すみません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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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讲的 这个动作 如果你要把它当成动作的地点来看待的时候 对不对 我问你 这个地方我在街上留下的事情 留下的事情回来 你们的概念是这样 对不对 动作的地点 那一个是动作的归佐点 在那个地方 你觉得哪个比较恰当 你觉得 刚刚班长讲的 其实某些地方是没有错的 为什么某些地方没错 留下某些事情 那件事情丢在镇上 他有没有动作 是没有动作 是没有动作的 好 我们试看看这个 你看 快注意看 我先复制 这个就是我跟同学讲 这个就是我跟同学讲 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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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道理哦 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我问他看他会做什么样的 哎呦 太快了 对不起对不起 太快了 没关系 重问一次 没有我就是要让同学们了解 我怎么样运用这些东西 两个句子 我不知道对错可不可疑的时候 我可以问 钱 好 我先问他 我问他哪一个是正确的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 我问看看 一个你一个对 你看他怎么解释 那就是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 我怎么样去排除问题 如果我刚好碰到老师不在身边 我怎么样表现 他差异在哪里 同学看哦 文法上没有问题 我也相信文法上是没有问题 现在就是我们吸收到的 那个解释 有什么样不一样 跟他解释是怎样 他很厉害 很厉害 我现在跟他解释 真的是很厉害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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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的 谢谢 好同学看 他这边的解释 我把它复制下来给你们看 他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好同学看 那我希望各位 从现在开始 你怎么样去运用 这些软体 这些功能 来帮助自己学习 那就是我讲的 没有绝对 你说老师一定比较厉害 没有啦 现在慢慢已经会被 这些东西地带掉了 我所谓的地带掉 并不是一定是负面的 没有 不一定 但是我们可以请他变成我的助手 好各位看 他讲的意思说 两方面的文章 以日文来讲都是正确的 但是有微妙的差异 微妙的意味道 对不对 对不对 好他说 但是为了处理那件事情 我往城镇方向去了 他说 但是我已经我去为了处理他而去正上了 但是没有处理完 中途一次回家的意思 另外 在地的时候 表示留下事情回来 地表示在这个城镇里面 我在里面做某事 做某事哦 本来就是做某事 前面那个是有某事 有某事 这是做某事 所以地表示有事情 然后我去处理那个往正上去 然后没有处理完回家 这里面的解释 他并没有把那个差异性讲出来 所以他讲的意思说 前者表示怎么样 这里面的解释大同小异 这两个 你跟爹 几乎大同小异 他说前者 有去承证 没有办法 处理完 然后回来 讲这一个地方 比较强调这个地方 后者 就是在街上 有什么样的事情 强调这个地方 所以这两个 强调的点不一样 到底哪一个才对 他说 这种微妙的不同 在日常会话里面 我们多半都不太会去注意 所以同学能够注意到 已经是很不容易的 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说 医师能够注意到 然后同学也 能够应和这个地方 我是觉得这两个的差别 以我的权势来讲 你 刚刚我讲过 就跟班长讲的 我在街上留下某个事情 讲 在街上留下某些事 这个是 在街上处理某些事 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在街上处理某些事 没有处理完回来 一个是 我在街上 一个强调是 处理 做这个动作 一个是在讲 那件事 你是留下某件事 在那个地方 我知道 没有关系 所以 我们这一个世代的 你看 我刚刚不知道 我也是可以询问Chat 这一种询问 我只是在做一个动作 就是尝试 不断的去出题目给Chat 我的目的只是想要 了解Chat 到底能够帮我们什么 所以Chat现在 还不至于威胁到老师 的地方就在哪里 老师的独立思考能力 如果老师教书是按照课本 那种模式来教 按照课本的格式 按照课本的方法来教授的话 我可以告诉各位 那样的老师会混不下去 因为Chat的反应速度 比老师的速度快太多了 几乎每一个问题 大概10秒钟就可以结束 我们人的反应能力 没有那么强 再来还有一个问题 现在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 他解释出来的那一种模式 是一般参考师 参考书的解释模式 那样的模式 不见得学习者能够听得懂 所以还是需要不断的练习 这练习就变得很重要 好我们再回过头来 那个我再分享一次给各位 你刚刚断掉了 刚刚我跟同学讲的就是说 你的话强调的是 在城镇里面留下那个事 强调的是 A的话是我在城镇里面 做的事我留了下来 没有做完 强调的是做这个动作 没有做完 这个是留下那个事 他强调的点不一样而已 你终究有一点归左点的感觉 而多半都是强调的是 静止不动的感觉的 所以他才会做这样 在文法上你跟这都对 但是后面那个地方 就如同我刚刚讲的 后面这个可以用A来替代 我们讲过A表示大方向 大的方向用A 你一定是小方 小的点 一定是点 A是动作的方向 你是点 比如说我要去爬阳明山 就是阳明山 我一定用A 我如果要爬 其他阳明山旁边的其他山 我只是要往那个方向去 我当然就是用A 所以在概念上是不一样的 这个部分 我比较希望各位慢慢的去体会 所以我发现班上同学 已经有很多人 已经具备了很强的分解能力 真的真的 那个已经跟以往完全不一样 这种进步绝对都是同学们 自己所训练出来的 所以各位只要记住 町に用意を残してきた 跟町で用意を残してきた 差别就是 这一个在讲什么 那件事 在城镇里面留下那件事 我回来了 这个是在讲 我在城镇里面做的那件事 做强调做动作 这强调动作的感觉 这一句 我个人觉得是 强调动作 第一个 前面你强调那件事 不一样 所以用逆比较恰当 这个强调的是动作 一个是视 一个是动作 我觉得差别最大是在这边 所以这个也是让各位分享一线 可以吗 简医生这样可以听懂吗 那是一定 医师这样可以吗 有没有问题 他には何かご質問がありますか 所以行李 那个爹就是严厉的动作 所以爹就是强调动作了 没错 因为这个注尺一出现 一定出现在地点 一定是代表动作 没有动作就不能用爹 你不见得会有动作 所以他强调的重点一定不一样 差别就在这边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那个 去分辨 就最主要最主要 就在这边 所以我很希望各位 不断的这样去尝试 先生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因为Nokos本身跟Kurukita 这一类的动作在一起 我们就很难理解 那我可以从他的动作去揣测 这个人在讲的一个心态吗 比如说 他用Nokos 就代表他并没有 一定要杀国王那种心意 可是他如果用Nokos 代表他一定要回来杀 国王有这种意味的在 那如果是Nokos 就代表他来来去去 那种心意不是很坚定 可杀可不杀 我可以从他的这个动作去 揣测他对杀国王这件事情吗 他没有直接关联 因为他在这边 你要知道 Iku跟Kuru 都是在讲动作 不是陈述心理状态 各位要记得所有的单字 他基本上 他在陈述的过程里面 基本上都是 看字面上来决定 那个动作的表达 内容 所以除非他在 那个内心的陈述里面 他有讲的比较仔细的时候 才会有内心的概念 这个地方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说 他要不要去杀国王 他是已经决定决定决心要杀死国王 他是决心的 这个部分 没有办法用这个来决定 没有办法 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用这一部分来讲的 动作就是动作 没有心理罪 是 我举一个例子 你就知道什么叫心理 来举个例子给同学看 一样 举一个 你看这样的例子 好我跳在这个前面 就知道这个地方是 对 這個就是有心境的描寫 假定形 假如我不去的話 老師就會怎樣 老師一定會怎樣 感到什麼 難過悲傷 是不是 那個的感覺是有很清楚的情緒的描寫的 這種情境的描寫 他很清楚的呈現出來 他不會說不講不可能 我們心境的描寫基本上 一定都有感覺 一定都有感覺的 一定會有感情形容詞 了解嗎 所以老師一定 日文裡面要去表達這些情緒心情 一定是用感情形容詞 去修飾裡面的詞句 對 沒錯 沒錯 一定會呈現出來 沒有的話 除非 除非 除非他前面故事有講過 你到後面來 你才會 直接用比較 直接用比較 農統的單字來表達 一般來講是不會的 這樣知道嗎 他通常一定會很清楚的 講出來 所以我們在使用的過程裡面 他基本上一定都會把 他所要傳達的心境 寫出來的 不可能不講 所以不管 貼一股或貼一咕嚕 或單純的一股或哭嚕 他不會不講 不可能 不講的話 我們很難體會他 到底要怎麼樣描寫他的情緒的 了解囉 可以嗎 可以 謝謝 或者其他還有沒有問題 沒有這個慢慢去讀 有很多東西 你在解讀的過程裡面 你就會發現到不一樣的情境 哪一個比較好 沒有 我都希望各位盡量去體驗 你讀的東西越多 你看的東西越多 你就知道有什麼差異性 有沒有問題 先生你這個你在這裡又代表什麼意思 哪一個你 你看到很多很多 像剛剛阿姨提的那個例子就很好 先 NOGOSITE ITE KITA 跟NOGOSITE KITA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就是 我們在感受上面 去體會他 一個動作 一個動作 怎麼做的 當我們了解 那樣的感覺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不一樣 好 我再舉一個例子給各位看 這個就是 有些東西我們不見得看得到的 你看 你看 我要看 看到 這個 有些東西 也嗯 我們 一點 我們 我問你同學這一個 那個就是剛剛班長講的概念 窓の向こう側 随分と小さく見える太陽が 僕の右方を照らしている 這個都小說裡面的不同小說 各位看這個的感覺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都是直接陳述 這邊就有帶有一點點間接陳述 各位看這個是在講什麼 窗戶對面那一邊 怎麼樣 随分と小さく見える太陽が 我看見所能夠看見的太陽 變得相當的小 表示 離我怎麼樣 比較遠了嘛 對不對 好 他怎麼樣 僕の右方を照らしている 他照在我的右邊臉頰上 是描寫這樣 我問你 這個時候的太陽照在我的右邊臉頰 你的臉頰是怎樣的感覺 你的臉頰是怎樣的感覺 那個就是他沒有講的很清楚 那我們就要用自己的經驗去體會 他現在這樣的描寫 是怎樣的感受 我隨便舉個例子 因為前後文我們沒有讀嘛 所以我們不知道他是在講什麼時候的太陽嗎 我問各位 如果這個太陽是早上剛出來的太陽 你覺得你的右邊臉頰會怎樣的感覺 同學告訴我 那絕對不一樣的 絕對不一樣 早上的太陽跟黃昏的太陽照在你的右邊臉頰 你會有什麼感覺 老廁所可能都沒有感覺 對 太陽落落落的 中午才會有點感覺 對 好 我還沒有講中午 我現在講 如果現在是中午的太陽照在我的右臉頰 你會怎樣 會熱熱的感覺 對不對 早上跟黃昏 很可能沒有感覺 很可能只是反射出來 粉紅色的沾在我的右臉頰把我造的 好像臉色比較漂亮的感覺而已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我講的 這就是我講的到底感覺跟沒有感覺有沒有呈現出來 差異就在這邊 因為你問到了 我就 就順手找一些例子給各位做參考做比較 這個就是我講的 這個就是我講的為什麼要不斷的解讀 你在不斷不斷的解讀的過程裡面 你就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這就是我講的感覺 所謂的感覺 所謂的感覺就在這邊 這個是你要自己去體會 這個是我作者自己心裡面想的感覺 對不對 那這個也是他哥哥講出來的感覺 所以到底哪個才是正確的沒有你自己去體會 但是日文基本上他所陳述出來的 你要知道他哥哥為什麼 為什麼會急著這樣處理 因為他犯的罪 國王要把他猝死 但是他假借這個藉口 他妹妹要他要回家處理他妹妹的婚事 所以請一個朋友來替他坐牢 他回去辦完就回來猝死 所以他說他不敢跟他妹妹講說 他要被猝死 所以他只是告訴他說 在街上有事還沒有處理完 所以我必須馬上回去才行 因為他跟國王的約定是三天之後回去受刑 就這樣 所以我們了解這樣的故事背景以後 你才能夠看到他為什麼這樣講 為什麼那麼急 他本來就住在城鎮 所以他犯了罪 所以他犯了罪 國王要判他死刑 結果准許他回去 國王要測試人跟人之間的信任關係 從死亡這件事情來測試 朋友之間的情感 到底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 這一段故事是在講這個 所以我們希望各位去讀一讀這一篇小說 它叫 很棒的一篇文章 我們希望各位去讀一讀 阿西勒 Melos Melos是人民 一篇小說絕對值得讀 那是以前我們在日文系裡面 必讀的一本小說 這個小說 很短不長 所以我希望各位讀一讀 把它讀一讀 有時間你就讀一讀 你可以看到它描寫的手法 它不能 這本小說不能 真的不能 各位可以讀一讀 了解整體的文章以後 你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這個就是 我希望各位學會的東西 內容 這個後面就是 他接著講的部分 同學看這裡面 他說 你注意看 我但是我 你從這邊 你就可以知道了 你看 我但是我 一個詞 一個住詞 一個詞 一個住詞 又來了 這邊 這邊 好 這邊 A 好 各位看 這邊用了很多 所以你看 他為什麼 他為什麼 在講這個 我說 我就是在他还没有沉下去之前 好 我问你同学 这个你代表什么 这个你这个助词 后面这个你有什么不一样 前面那个 这个没有错 刚同学讲的时间点 没有问题 再来后面这个你 说的 对 好 表示状态没有错 所以状态所讲的就是 会像点 我跟各位讲过 日文的你基本上就代表点 O代表现 D代表面那样的概念 也可以用这样来考虑 所以这个用你 这个也用你 好 我们看 他说我在派阳下山之前 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必须要怎么样 我必须前往哪里 国都 王城 对不对 去那边 赴死 对不对 他说 好 他说 后面 他说 他那谁 爱吃了多么有 又表示 于为助词 肯定的答复 或是呼唤 又你这个人 那个意思 他那谁 用第几变化 对 第四变化 我们很少看到 这一种用法 希望各位学起来 含那谁 爱吃了多么有 爱吃了修饰后面的多么 他说 放手吧 我所爱的朋友 这是于为的助词 表示感叹的感觉 所以 他说 请你放手吧 我所敬爱的朋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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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完完全全的 相信你 在这边就是 只有相信你 对不对 我 一直都是 相信你 那样的含义 也就是说 他那个朋友 愿意替他坐牢 然后 国王 跟他讲过 你如果 三天以后 没有准时 回来 我就杀掉你的朋友 所以 他在这样讲的时候 就是 在考验 人性 两个朋友 相互之间 到底是 怎么样的情感 在 做连结 这个连结 到底 是 真正 纯洁的 友谊 还是 虚假的 做给人家 看的 所以 他在讲 这边 就是说 放手吧 我所敬爱的朋友 我都是完全相信你 可是 不久 终于要被怎么样 就因为过度相信你 我必须 我会被杀掉 这样的感觉 所以 他在讲 他两个朋友 相互之间的信任 友谊的 可贵 但是因为国王不相信 有这么 纯真的 友谊存在 他想要 考验 人性的 脆弱 所以 他就 故意 放他 回去 三天以后 前来认罪 但是 他千千万万 都没有想到 半路上 居然 出现了 碰到的 大风大雨 他过不来 就造成 他 陷入一种困境 所以 为什么叫 梅洛斯 好吧 梅洛斯 好的意思 就是叫他 冲吧 你要为了 你的朋友 你必须 回到国王 那边去才行 所以 他们在 很多思考的过程里面 尽管他妹妹 要结婚了 他 连参加 他的婚礼 都没办法 亲自出席 所以 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 赶回皇城 去 受死 他的朋友 才会被 释放出来 所以 这一种东西 在这样的一个情感之下 他 心里面的挣扎 跟交战 就是 从这里面 我们慢慢 才能够体会出来 这个就是 我们怎么样 从句子里面去理解 坦白跟各位讲 我编这一套新书 不管是文法集锦也好 或是日语新的进阶读本也好 完全都是希望让各位读到片段以后 慢慢你喜欢这样的文笔 还有具构 然后 能够进一步去把这篇小说全部读完 这是我编这本书的最大目的所在 我是比较希望 每个同学能够因为这本这一些的使用 让各位真正了解到小说解读的乐趣 坦白讲 片段往往有时候砍头砍尾 我们很多东西没有办法了解 所以只能怎么样 断章取义 所以在断章取义的过程里面 有时候就会出现不完整的现象出来 这个部分的不足 我就希望各位真的需要进一步的去解读 所谓的进一步解读是什么 就是把整篇文章全部读完 当你把整篇文章全部读完之后 你就会看到不一样的内容 这个就是我希望 这个就是我希望各位慢慢慢慢的去体会 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替你体会 我也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那种感觉 我希望各位自己去读 你就会发现读整篇跟读片段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在解说内容的时候 就必须跟各位说明这些重点原因就在这边 了解了吧 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每一篇每一篇不一样 后面这三篇全部都在讲富士山的 这是泰宅志的小说 不过我要告诉各位 像这个哈斯列玛洛斯 是泰宅志的小说里面 难得比较正向的作品 像他的很多作品都太阴暗 那个 这个 人间诗格 这个作品就充满了灰暗 坦白跟各位讲 泰宅志的作品 我并不会很推荐 为什么 他的作品多半都是写实的 都在讲他自己 那难得出现像哈斯列玛洛斯这一种 正向的故事 童话故事型的 立志的文章 像他 人间诗格 就写得很灰暗 因为他自己 自杀了很多遍 这些东西 我比较建议 各位 达走宅志的作品 比较不推荐 负面的作品 你可以选择 哈斯列玛洛斯来读一读 人间诗格 除非你真的很喜欢 坦白讲 要不 我真的不推荐 我所谓的不推荐 不是说他不好 他很好 作品写得很好 但是负面的情绪比较重 比较闷 阴暗 我比较希望 同学慢慢去体会 他的杀语 写得不错的作品 就是哈斯列玛洛斯 其实达走宅志 也有写一些童话故事 各位可以去找来读一读 我觉得 他在写童话 那里面的很多感觉 我觉得是写得不错 表达得很好 但是 后来 他所写的都太偏向负面了 这个部分 讲实在话 我就不会很推荐 就这样 可以吗 有没有问题 他には何か 我希望各位自己读一读 把这一段 我从Chat里面 抓出来的这一段 我希望各位自己读一读 练习练习读 好不好 这个也是 那个 回过头来再看一看